90年代香港的娱乐圈百花珍艳 美女云集 当年绝大部分的艺人都比较天然 并不像现在那么多后天改造的科技美女 早年因为参选港者而出道的女星 一是就成为了出色的演员 一是就已经介入豪门 享受阔体的生活 而当年一个顶值并不算出众的女花蛋 被传媒誉为是最丑港者的女艺人 竟然能够在黑帮社团 演艺圈 豪门 商界等等的各个领域 历经两次转行 最后都能够统到风山水起 那究竟这个传奇人物是谁 他又有些什么故事 他的成功知道又是怎样的呢 大家一起跟着伍sir来了解一下 大家好 欢迎来到Z档案 我是宠安调查员伍sir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就是 最丑港者逆袭变成亿万富婆 故事当中所说的女主角叫陈妙英 她在1972年8月1日出生于香港 直观广东信德 今年51岁 她曾经是无线电视合约女艺员兼当红花蛋 现在是健康国际有限公司的CEO 陈妙英的家庭背景十分普通 所以她自小就特别生性 由于她不忍心看着家人奔波努碌 赚取微博的金钱养活一家 因此陈妙英都想尽快独立起身 为你投家出一分力 于是 在十几岁的时候 她就决定绝学 出来社会闯荡 但是她和其他女孩不同 陈妙英一直都是大颠大废的性格 而在当时年少弃盛 她自己又没有什么学历的情况下 很快就学会了一系列不良的习惯 成为了一个当时的wrap妹 也是因为这样 她结识了很多社团中人 之后更在机缘巧合之下 她认识到比自己大十几岁 香港黑帮五虎之一 人称湾仔之苦的陈耀卿 而所谓的五虎 就即是新义安这个社团当中的主要成员 而五虎 是由黄俊 即是艺人黄伊文的爸爸 杜联迅 黎智强 麦高 和陈耀卿组成 而向华强当时 是新义安向家的第二代龙头 他是第一代龙头向前的第十个儿子 而陈耀卿作为她的手下 主要掌管新义安在湾仔的事务 当时陈耀卿在这些背景的参腰之下 掌管湾仔的地下秩序 可以说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而陈苗英当时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妹 自己一个人行走江湖 当然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虽然她不怕挨苦 但是一个小妹 就免不了会被人欺负了 不过可能是陈苗英爽朗的性格 因此引起了陈耀卿的注意 所以他们都会特别关照陈苗英 而两人在这种江湖的氛围之下 他们的关系就好像电影当中的情节一样 很快就在一起了 早年在香港 很多经济困难的人 为了找两餐 都会选择去做临时演员 而陈苗英也不例外 因为她其实从小到大 都有一个明星梦 所以特别想在娱乐圈发展一下 时间来到1992年 当时19岁的陈苗英 参演了五福星系列当中 五福星撞鬼的电影 不过在电影播出之后 观众却对她的演技反应麻麻 于是就有人劝她说 有那么多弟弟叫你做大嫂 又有湾仔之苦陈耀卿照着你 你还做什么呀 有人样子不好吗 但是 陈苗英并不是一个 什么事都要倚靠他人的游弱女子 最终 她都是决心要在娱乐圈 闯出一片天地 不过因为陈苗英觉得 既然演艺事业这条路 暂时没有什么突破 那就不如换条跑道试一试 于是 在1993年 陈苗英就参加了香港小姐竞选 而当年 同期参选的 还有葛可盈 林丽薇等人 不过正所谓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因为陈苗英的样貌 被人平头品足为嘴唇厚 眼细细 而参选香港小姐选举 就难免会被人作出比较 而对比前香港小姐冠军李嘉欣 以及郭外明 在相比之下 陈苗英的样貌确实不够出众 她的学历更加可以说是不值一提 之后 她更被观众评为是最丑港姐 不过 陈苗英竟然以半热门的姿态 进入了最后五强 但是最终三甲不入 而陈苗英最终都获得一个猪肉奖 就是最上镜小姐了 不过在那一届的这个奖项 就改名为最美丽上中人奖 有人说 当年香港小姐冠军莫可欣 最后是靠学历当选 而不是靠美貌取胜 因此 年代最后五强的陈苗英 也都被拖下来 说她拉低了港姐竞选的颜值标准 因此 当年大众对这期港姐竞选的评价 都是虚声不断 甚至之后每年港姐比赛 都有人拿这期选举出来作比较 不过如果放眼近年的香港小姐选美 现在看下去 陈苗英当年的样貌其实不算差 只不过 可能之前有其他比她更美的港姐 所以当时大众才会作出这样的评价 不过俗语有云 人怕出名猪怕肥 而当陈苗英有了少少名气之后 她和陈耀卿的关系很快就被曝光 在大众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并且质疑低学历 让贸不算出众的陈苗英 之所以她可以进入最后五强 是全靠背后有黑帮男友的餐腰 最后 这场选美比赛 陈苗英不单只拿不到任何荣耀 反而受到大众的指指点点 而不幸的事 总是会接种而来 她这头被人骂 那头男朋友陈耀卿又出了事 而陈苗英在获得党者提名之前 其实男朋友陈耀卿 就卷入了梅艳芳被掌握的事件当中 据闻在1992年5月4日 当时梅艳芳 和社团14K头目黄朗维 在九龙堂Take One Color OK发生争执 而梅艳芳和向太好熟络 于是向华强夫妇为了摆平这件事 就叫陈耀卿去处理 在第二天 黄朗维就被百多人以利器伏击 之后身受重伤 他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而在他留院的期间 被毅装成为医生的兇徒 潜伏入院射击身亡 之后警方将陈耀卿列为嫌疑人 并且将他拘捕 在1993年11月 陈耀卿在担保期间 前往澳门参加格兰胚治赛车 最终他在澳门 遭仇家伏击身亡 而关于陈苗英和陈耀卿的菲尔 直到他的离世 才就此终结 就在大家都等着 看下失去了 《湾仔之苦》这个靠山的陈苗英 到底可以玩出什么花样的时候 陈苗英却越战越勇 甚至摇身一变 成为一线女星 而1994年 黄八明的永高电影公司 决定将陈耀卿的故事拍成电影 改篇推出 《最新梦死之湾仔之苦》 这套电影 由任达华担任第一男主角陈耀卿 那当然在戏中的第一女主角 负责饰演陈耀卿女朋友的这个角色 就肯定非陈苗英莫属了 因为他本身就是陈耀卿的女朋友 而他只是在戏中 饰演他自己原先的角色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故事 就是一个无名小卷 经过一番奋斗之后 成为黑帮大佬 而在他获得一定势力之后 最终被仇家消灭的故事 而陈苗英本身作为江湖大嫂 他今次名符其实饰演自己的角色 所以凭借着这个吸精的噱头 再加上包装宣传 所以这部电影的票房折折飙升 而幸运的是 本身知识平平的陈苗英 就是因为这部电影 为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都为他的演艺道路打下基础 在1994年 陈苗英正式签约 无线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而他在第一年 就在多部电视剧当中客串演出 但是观众对他的演技 依旧是指指点点 反应平平 而对于陈苗英来说 他现在要一个人 独自在演艺圈当中打滚 而他既没有出色的演技 上貌亦非独当一面 因此如果要在演艺圈打向名堂的话 相信是一件相当艰难的事 所以不要说成为一线花弹 就算要有出镜的机会 也不容易 但正所谓求人不如求己 陈苗英甚至自己要在演艺圈立足 又要站稳阵脚的话 演技一定要有所进步 因此 他就开始专心磨练演技 就算是一个小小的角色 他都会认真对待 力求将角色素做到位 而有志这事竟成 最终他的努力 终于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在1996年 他参演了张慧健版本的西游记 在剧中饰演白骨精这个角色 而这个角色的性格是阴险狡猾 又要带有一些痴情 陈苗英在剧中演艺得十分出色 由于他入营入格的演出 在节目播出之后反应也都非常之好 因此他的知名度也都被成功打响 TVB也都看到了陈苗英的努力 更开始给机会他去担政做女主角 在1998年 陈苗英的演艺事业开始蒸蒸日上 他还因此收获了无数的膨胀 他先在电视剧《花木兰》中饰演女主角 塑造了正直勇敢的《花木兰》形象 成功获得观众的欣赏 而他的人气也都越来越高 之后获得更多女主角的演出邀请 1999年 陈苗英和欧阳振华 联手演出古装剧《洗冤录》 同年 两人再到联合主演喜剧《金浴满堂》 两部剧集的收视率同样爆灯 观众对于两人的合作非常满意 甚至有人称她是欧阳振华的最佳拍档 而这两部剧集 也都将陈苗英的演艺事业 再次推向新的高度 自此 陈苗英在演艺圈的风头一时无两 她的名字几乎人人都认识 2001年 人气高涨的陈苗英 再度军动整个香港娱乐圈 因为一间健康食品公司找到陈苗英 邀请她为风空产品代言 更开出了七位数的天价代言费用 而陈苗英经过多年来的辛苦付出 在这一天 都总算是得到回报了 而这个风空广告的天价代言费 更创下了当年香港艺人广告费的记录 令到一众艺人都非常羡慕 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 在2002年 陈苗英出演古装剧《无头冬宫》 她在剧中一人饰演两个角色 而她自然流畅的演技 完美演绎出剧中人物 在善恶之间的自由切换 加上奇幻的剧情和创意效果 最终令到这部剧集 亦都是收视率爆灯 继而将她的演艺事业推上巅峰 这部电视剧亦都算是她的代表作 而这部原本不被人看好的电视剧 最终凭借着陈苗英和向海南两人征战的演技 成功逆袭上位 一约成为当年最受喜爱的年度剧集 火爆程度 就连TVB都感到不可思议 同时陈苗英人气空前高涨 事业如日中天 成为了TVB首屈一指的当家花旦 而这个时候 陈苗英只是年仅30岁 星图可以说是一片光明 但是就在这个时刻 她就做出了一个另一众影迷 甚至身边人都不能够理解的抉择 在陈苗英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她没有选择在演艺道路上更上一层 反而是选择退出娱乐圈 转行经商 因此亦都可以说 她将曾经锋芒不露的演艺事业 永远停留在巅峰之上 但是很多人都不理解 陈苗英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不合常理的决定呢? 当时有人说 陈苗英准备结婚生子 又有人说她被富豪包养 而事实上 在2001年 陈苗英就已经创立了Beauty Tech化妆品品牌 可能她意识到娱乐圈当中的不确定性 因为做艺人这一行 很多时候都是吃青春饭 因为就算一个艺人生得有多漂亮 演技有多好都好 演艺圈一直都会长江后浪推前浪 她只是不想一条道路走到尾 因为她有更加弘大的人生计划 给自己有更多样的发展空间 而陈苗英曾经在收割万花童的节目里面就回应说 自己原本打算 希望可以在做生意 和做演员之间都两边兼顾 只不过一直拍摄的生活很累 所以最后只能放弃做演员的目标 但是也都因为她的这一个选择 才改写她人生的下半场 陈苗英离开娱乐圈之后 开始在商业界稳打稳扎 成为事业女强人 由于之前在娱乐圈的演艺经历 令到她有足够的艺人资源 在之后帮助自己发展事业 陈苗英正正就是利用这一点 成功发展自己的商业版图 在2002年 陈苗英邀请了很多昔日的圈中好友 为她公司的产品作代言 她非常懂得利用明星效应 吸引顾客消费 而吴君渝 林森渝 邵美琦 张可宜 都曾经是陈苗英公司的代言人 当中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当时身为代言人的邵美琦 正陷入与郑伊健的情感纠纷当中 于是陈苗英为她度身打造美容套餐 令到对方彻底改头换面 在邵美琦瘦身之后 就铺出她彻底改造之后的形象 所以邵美琦就成为了陈苗英品牌的成功案例 但是有传闻说 由于当时陈苗英一而再 再而三 为了提升自己产品的热度 不惜多次翻炒很有邵美琦的情感关系 最后令到邵美琦产生不满 在代言期满之后就结束了合作 当陈苗英美容生意大获成功之后 她就将生意版图不断扩大 开始着手创办健康品牌 成立健康国际定限公司 而在她的努力之下 这间公司连续三年获颁国际超级品牌荣誉 她亦都被授予创意创业大赏的称号 在2006年 她近获得世界杰出华人奖项 兼获颁荣誉博士学位 而野心勃勃的陈苗英 更加决定要将事业做大做强 她说 我发觉自己真的很喜欢做生意 很投入 也很有满足感 于是在2007年 陈苗英凭着她个人的商业头脑 开始进军餐饮行业 在香港经营上海菜食市江南美厨 而这间食市的经营同样成功 很快就开了几间分店 与此同时 她又将眼光瞄准在房地产 酒吧等等的行业 而她所经营的这些生意 最终令到她赚到盘满潑满 不过 陈苗英生意成功之后 她并没有将自己变得高不可攀 反而是可能挨过苦的人 更加明白命苦之人的困境 她在重商之后 陈苗英和大部分成功人士一样 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希望尽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更多的人 她多次参加慈善活动 为香港骨髓捐赠基金 善学慈善基金 希望工程等等项目囚集善款 而她所做的善举 也都令到她获得一致好评 成功跻身慈善名流之中 2011年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大会向陈苗英颁发 2010中国优秀女企业家 及诚信女企业家奖项 这个奖项由中国女企业家协会主办 目的是表扬大陆 台湾 香港 以及新加坡 在商界有出色表现的女企业家 而能够有今时今日的成就 她不断的努力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因为陈苗英有个花名叫藤鸡英 也就是说她做什么都是方塞塞 但是她之前的经理人就说 陈苗英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女强人 因为她转数很快 做事又上心 每一样东西都可以亲力亲为 做到最好 很顾及身边人的感受 就算作为她的经理人 都可以在她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如今陈苗英一样 已经成为几间公司的CEO 名下掌管美容 饮食等等的生意 她的个人身家 单单只是物业的部分 就已经过亿了 不过她的成功转型之路 其实说到尾 绝对离不开一个男人 陈苗英退出娱乐圈之后 已经甚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因此 很多人见到陈苗英事业大获成功之后 就开始关心她的个人感情生活 全文当中 陈苗英在事业高峰期适应 与香港玩具大王蔡志明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 吴sir在前文当中都有提及过 陈苗英回应自己是因为要发展事业 所以才会选择离开娱乐圈 那到底她的转型 是不是好像她说的那么简单呢 她和蔡志明又有什么关系 提及蔡志明这个名字 在整个香港及亚洲金融界 都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她的资产可以说是富可敌过 蔡志明在1945年出生于广东揭阳 二年79岁 她老婆叫李维尼 他们两人肉有一儿三女 蔡志明主要是从事玩具业 酒店业 及房地产开发投资 而她亦都有玩具大王的称号 在2023年 她还以82亿美元的财富 为聂福布斯中国香港富豪榜第十位 而陈苗英在商业上的成功 相信就小不了有蔡志明在背后指点 网上并没有关于他们两个人 是如何相识的资料 但坊间有传闻就说 其实她早在陈苗英退出娱乐圈之前 就已经跟对方有非一般的关系 有媒体在1998年发现 陈苗英与蔡志明关系密切 更有爆料 陈苗英在1999年 用700万扣至进景元豪宅 之后又跟妈妈一起投资了455万 在大围买了两个铺位 而这么大首筆的投资金额 对于当时刚出道没多久的陈苗英来说 她可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 因此就有人怀疑 陈苗英斥资巨额扣置物业的背后支持者 就是蔡志明了 而陈苗英进军商业领域之后 蔡志明似乎都会主动现身帮忙 就连陈苗英的健康产品公司 所租用的位置 都是蔡志明名下的物业 因此种种迹象表明 二人的关系绝对非比尋常 根据知情人士爆料 他们的关系 其实在圈内早二人进皆知 几乎大家都知道 她就是蔡志明的依赖 虽然陈苗英一直表示自己是单身 也没有对大众的传言作出任何的回应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人也都变得不再偷偷摸摸 而且经常出商入队 媒体更爆出大量两人接触的相片 不过大家要知道 蔡志明和陈苗英两人相差28岁 照道理来说 他们这一层非一般的关系 李慧利作为蔡志明的太太 又怎会示弱无睹呢?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张合照的出现 就彻底扭转了一切的局面 而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 就是李慧利对待陈苗英的态度 而他们的关系 绝对称得上是大仆斗二拉之中的另类 因为在2000年 李慧利投资创建的幼稚园开业 而他更加大方邀请了陈苗英 做展彩嘉宾 在他们的合照当中 陈苗英就站在蔡志明与李慧利的旁边 而李慧利也都笑着和陈苗英手挽手 及后也都在媒体的面前 表示陈苗英分人很好 是自己一家人的好朋友 而陈苗英果然是一个生意人 他也都有别于一般的阿姨 因为他非常懂得审时度势 知道有哪条界是不能够超越的 所以多年以来 他始终如传闻所说 没有向正室李慧利施加任何压力 也都不存在任何 二拉向正室逼供的态度 反而陈苗英和李慧利打好关系 对对方的子女也都照顾有加 每当有媒体问到 他和蔡志明到底是什么关系的时候 陈苗英都会一概否认任何传闻 他这样做 绝对是顾全大局的做法 也都给足面给李慧利 所以最终 他们并没有像之前伍sir说过 阔太何厉厉的故事一样 要勾心斗角 出尽法宝去战胜对方 但真正令到陈苗英 和蔡志明一家打成一片的 可能就是在2003年发生的一件事 当年 蔡志明的二女蔡嘉穎在家中兴生 有传闻就说 当时蔡嘉穎 是接受不了陈苗英 介入自己父母的关系之中 随后抑鬱症復发 因此选择兴生 及后陈苗英主动上门 向李慧利作出承诺 说自己不会逼蔡志明结婚 更加不会因为欠家产而怀孕 会确保李慧利正失的位置 而他做生意赚回来的钱 大部分都是靠自己 他和蔡志明两人 只不过是互相帮忙扶持 及后就有传闻说 李慧利因为陈苗英的这番说话 而正式放下对他的介替 之后 陈苗英得以和蔡志明一家和睦共处 而陈苗英也不再遮遮掩掩 多次出现在蔡志明家庭聚会的场合上 在2004年 蔡志明和朋友开设的日本餐厅展彩 陈苗英和李慧利都齐齐衍生在现场 2011年TVB监制梁家树的女儿结婚 蔡志明也会和陈苗英出席婚礼 同年 蔡志明一家人在澳门看球赛 陈苗英也陪伴在质 气氛可以说是奇乐融融 但是 陈苗英非常清醒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即使被人称为富豪的二太 但是他也是全心全意 将自己的事业放在第一位 他跟着蔡志明的这些日子 陈苗英无意争夺对方巨额的家产 反而凭借着灵敏的商业臭角 所以经过蔡志明的指点及投资 将自己的商业版图越旷越大 之后更加成为身价过亿的富婆 如今51岁的陈苗英 没有结婚 没有子女 成为逆袭人生的亿万富婆 伍瑞认为 陈苗英能从黑帮大嫂 透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娱乐圈 之后也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 虽然背后有高人指点 但即使是这样 如果他不坚持及付出努力的话 相信就算不断更换赛道 也未必会成功 而他也非常聪明 没有选择被富豪二太的身份充分头脑 而可能陈苗英认为 他这样做 既不会背负胡黎晶的污名 又可以为自己创作一番事业 简直就是各取所需 Win-Win相赢 大家对这件案件有什么想表达 或者想评论的 欢迎在留言区里说给五sir听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请你给个like我 还有记得订阅Z档案五sir的频道 五sir也新增了会员的制度 希望可以制作更多优质的影片 以及会员优先看和专向的片段 希望大家可以热烈支持 若然五sir最迫的案件 可以引起你的共鸣 请你动一下你的手指 用Superfans支持一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